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哎呀 赵哥 这个褪色很正常 因为它是铜质徽章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空气被氧化了 铜是什么呀 就是一种金属材料呀 金属 金属是什么呀 这个呀 我带你去泡泡实验室 让绿泡泡告诉你吧 好呀 好呀 来 我来 亲爱的小朋友快来吧 神奇的誓言正在呼唤你 它觉得时间有好多奥秘 我们大家一起探索去 我们欢迎你 快快来这里 啦啦啦啦 小朋友们 欢迎你 啦啦啦啦 小朋友们 欢迎你 小嘉宾 王洁阳 今年十岁 小嘉宾 黄新如 今年十岁 小嘉宾 黄文琪 今年八岁 小嘉宾 齐太尧 今年八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泡泡实验室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玉泡泡 我是知道点博士 今天我们和小朋友一起来研究一下金属 金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随处可见的 小朋友们看 在我们的桌子上摆放有各种各样的物品 你们来看一看哪些是属于金属类的呢 小汽车是属于金属的 眼睛也是属于金属的 是的 你看这个镜框 对吧 没错 还有眼镜腿 这都是金属的 盆子是金属的 这小盆子也是金属的 没有问题 厉害 还有哪个吗 中间那个银色的勺子是金属的 这个勺子 有三个勺子 中间这个是金属的 剩下的两个东西你们觉得是金属吗 是 这是用来穿这个项链的这个小珠子 那这个灯泡你们觉得它上面有金属吗 灯泡上的没有 下面有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除了刚才看到的这些东西 其实用到的金属的这个地方是越来越多了 非常的多 没错 那金属都有哪些独特的特点呢 小朋友们想不想知道呢 想知道呢 想 好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两个游戏一起来探讨一下 好的 小朋友们 现在呢我们摆在桌子上的有一些道具啊 我们通过这些道具呢来玩两个游戏 看一看金属有什么样的特性 哎 或者先来问问你们 你们觉得金属有什么特点吗 金属它是坚硬的 坚硬 没错 其他的呢 还知道吗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啊 自制了一个电路 我们看一看金属究竟能不能够倒电 首先我们自制了一个电路 如果这个灯泡能够亮 说明它怎么样啊 倒电 如果不亮就说明不能倒电 灯泡亮了吧 太棒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里有一杯热水 我们把不同材质的勺子放到水里面 然后用这个温度计来测一测 看一看这三种材质的勺子 谁导热性最好 你们猜是哪种呢 铁 好的 那我们分别请三位小朋友来试一试啊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不要动啊小朋友 我们来测一测 那也就是说明 这三种材质的勺子当中 最能够倒热的是 哪一种 金属勺子 说明它不仅具有导电性 还具有什么性 导电性 太棒了 谢谢 太棒了 好的 刚才我们通过亲自动手来实验 我们得出了这个金属不仅是非常非常坚硬 还具有两种特性 一种是什么呀 导电性 还有一种是导电性 没错 这都是金属所具有的特性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科学泡泡 动手动脑 细心观察 探索奥妖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说了金属 它不仅坚固 还具有导热性 导电性 其实我们的四位小朋友也为我们准备了他们家中找到的金属制成的东西 我们顺便来看一看好不好 太棒了 咱们白队来展示一下 大家好 我今天带来的金属制品是锡纸 妈妈经常用锡纸给我做好吃的鸡翅 没错 这个锡纸可以用来考制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 但是知道的博士它算金属吗 锡纸是金属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这回你们知道了吧 锡纸也属于金属的一类 好 文玺 你带的是什么 大家好 我带来的是温度计 温度计里面有水银也就是锡 它是金属制品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金属不仅有固体 还有什么 液体 也就是液态状态的金属 的确让我们打开眼界 原来锡纸还有温度计里面的锡 也就是水银柱 都属于金属 好 再来看一看 蓝队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我带来的金属制品是锡 它的底部也是用金属制成的 所以它的导热性非常强 太棒了 如果是一个非常隔热的一个材料 那这个菜恐怕就很难炒熟了 对不对 所以说锅必须是用导热性比较好的材料制成 所以就选择了金属 金属带来的是什么 我带来的是锁头 它的缩孔是用金属制成的 因为金属非常的坚硬 不容易变形 对了 金属非常的坚硬 也就是坚固 不容易变形 所以说真的是不可或缺 但是绿泡棒 刚才这个是不容易变形的金属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很容易变形的金属 金属这么丰富吗 那就是我这个记忆合金 记忆合金 就很像一个弹簧是吧 对 你看到的这个形态是它的高温形态 在高温下它是一个这样像收缩的弹簧 但是在低温的条件下 我可以把它拉长 像这样 但是一旦把它放入高温 它又会恢复它最初的形态 可以吗 看好了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倒数三个兽 三 二 一 二 一 怎么样 看到了吗 小朋友 速度怎么样 很快 很快 瞬间就收缩了 对不对 对 金属的准备真是太多了 太多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也来给你们展示 展示一下金属的固态和液态 就是固体和液体之间的这种转换 好不好 那么神奇吗 对 有一种金属它的名字叫加 这种金属在温度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就会变成液体 就会融化 然后温度降下来之后就会变成固体 想不想看一看 太神奇了 好 电视机前小朋友看好了 好 我现在要把它用针管 太神奇了 我是第一次看到用针管来挤金属 然后我们把它静置一段时间 当它的温度降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把固体的勺子 冷却以后我们把它拿出来 真的就成了一把勺子的形状 是不是 我们亲眼见证了 这个金属从液体变成固体的这个过程 但是它还能够再转化成为液体吗 一起来见证一下 电视机前小朋友们 看好了 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 好像听到有点声音 看小朋友 因为它虽然是液体 但是它还是 这个加这种材料 还是聚集在一起 我们一晃动这个大的烧杯 就能看出来了 对吧 已经变成了液体的加 怎么样 刚才我们展示了 金属由液体变成固体 再由固体变回液体的过程 是不是非常神奇呢 非常的神奇 知道点博士 其实我还有一个非常好奇的地方 金属有很多很多的种类 但是如果这些非常坚硬的 能导电能导热的金属 它们混合在一起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李泡泡 你的想法非常的好 这就到我的实验室去 看看吧 小朋友们 我们在泡泡实验室 做了跟金属有关的游戏 认识了金属的特性 其实我们可以将金属与另一种 或几种金属或非金属 组合到一起 这样就能形成合金 例如我们可以将铜和其他物质 组合到一起 形成铜合金 这样它就会具有 很好的导电性和导热性 常见的有黄铜 青铜 我们还可以将铝和其他物质 组合到一起 形成铝合金 铝合金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密度小 强度高 并具有良好的耐食性 可用于制造油箱 容器 管道 饭盒等 总之 我们的生活中 离不开合金 小朋友们 细心观察 它就在你的周围 太棒了 知道点博士 原来几种金属混合在一起 就是合金 没错 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 小朋友们仔细地观察观察 在家中还有哪些东西是金属制成的 不要忘了它的特点 有液体的也有固体的 非常的坚固 可以怎么样 导电 还可以 导热 说得太棒了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鼓励一下自己 伸出你的手 棒棒棒 热烈的鼓掌 棒棒棒 小朋友 小朋友 你真棒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最棒